为什么女明星坐着就是仙女下凡 你坐着就是大叔她 60秒教你轻松 get明星同款气质 好的坐姿算辛苦 但是是值得的 因为它会让你看起来更有两分自信 如果你穿裙子的时候 那么你就把裙白左右两边打开完之后 往你中间交叉叠 你的右手可以顺着你的裙白往下坐 坐完之后呢 双手交叠在你们 就是大腿跟大腿中间凹槽的位置 就这么坐着就行了 坐下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小的点 就是你们可以吸附 当你一吸附的时候 你的背就打开了 如果你不吸附的话 就很容易踏腰跟驼背 这样左侧面看就会很臭 但是如果你不一吸 你的肩膀就打开了 然后正面坐的时候 我们的腿应该怎么放 就还是一样这样子 做完之后呢 膝盖合并 然后正常垂直就可以了 你就双手交叉在你的前方 然后你就正常垂直往前放就可以了 然后你也可以往右侧放 就是这样斜的放 然后你左边的腿也可以放在后面 就可以这么放 同时你也可以往前放 但我觉得往前放有点奇怪 所以我更习惯的是 这样吧 然后这个坐姿其实也是英国皇室成员 经常用到的一个坐姿 然后也非常高级 很端庄 如果你是穿短裙的女生 那你就双手放在大腿的内侧 然后呢你就这样子 结侧的坐下去完之后 把裙摆铝平 然后如果你的裙子特别短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一个小毯子 然后微微的盖在你的腿上 最好是差不多坐到膝盖的位置 因为这样子才更不容易走过 然后如果你坐下的位置 前面是有桌子的话 那么你的手肘就不要整个放在桌子上 就比如说你放下就很容易整个人塌下来 或者是脱腮 或者是整个人趴下去 这样都不够优雅 其实你们正常就是 在我们手肘到手臂的这个位置的中间 然后你就这样子交叉 放在你的桌前 坐下去之后就不要耸肩 就正常垂肩放下来 然后吸附你的整个背就打开了 你就这样坐了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坐那种高脚蹬 特别是在咖啡馆或者是酒吧 我们应该怎么坐 我现在就用桌子个男影试一下 正常如果是椅子比较高的话 你就这样子轻移在椅子上面 然后脚往前伸另外一只就是这样子递着 然后双手往前交叉放在前面就可以 你的重心就是在你弯曲的这个腿上 你就这样子坐着 然后背挺直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坐上去完之后 反腿 然后有吸少腹 然后整个背打开 然后微微的往前放 双手交叉在前面 你就这样坐着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